凤姑娘 原来你在这里 夜色已深 你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 不 再让我多瞧一会儿 这么漂亮的银火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银火 你没见过银火虫吗 不 我自小在盘天岭上长大 从没见过银火 银大哥 你陪我瞧一会儿好吗 好啊 不过咱们不能待太久 紫风姑娘会担心的 又是紫风姑娘 紫风姑娘 好 咱们现在就回去 怎么了 风姑娘 你 你又生气了 你只在意紫风姑娘的话 我的心情怎么样都无所谓 反正 反正 反正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让开 风姑娘 我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也不打算让开 我这人心思挪钝 说话很不得体 我自己是知道的 如果我有哪里得罪了你 我在此向你倒不是 但我 绝没有亲你 而中紫风姑娘的意思 紫风姑娘所知广博 思虑沉稳细密 由她来出主意 自然比我要来得好 我敬她为前辈高人 对她 并无其他心思 我想是你想太多了 我知道 其实 我也知道是我自己小心眼儿 虽然在揽月阁那日 你和紫风姑娘都那么说了 我却还是怕你心里在想着她 我一直想着这事 越相信就越乱 我之前是从不曾如此的 所以我独自到这里来赏月 想要收理一下心情 原来如此 那么 现在好些了吗 嗯 现在好多了 不过 银大哥 你 是不是能 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之事 我自无不语之力 我师父喜欢叫我月儿 如今她老人家仙师 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这样叫我的小明了 银大哥 如今世上真正对我关心爱护之人 就只剩下你了 我想要 想要你也这样叫我 不要在人前 只有在我们两人独处时这样叫我 好吗 银大哥 如果你觉得不妥的话 我 我不会勉强你 这 这当然没问题 那 月 有人 是你们 臭丫头 竟敢在我高气手下弄鬼 今日叫你知道我死邪的手段 诶 巧遇巧遇 原来你们在这里谈心哪 插人高气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你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了 既然连你都到了 京城上的黑气象 必是你们死邪的杰作吧 嘿嘿嘿 那倒与我无关 那是猪老鬼和韩无沙搞出来的 盟主料得你们会来阻挠 所以命我来此护阵 果然你们已经闻风而至 小妹子 咱们虽不相识 但显然我们有相同的敌人 只有合力抗敌 方有圣基 这你可能够明白 嗯 我明白 你们在太行山救过我 我知道你们非这些妖人的同伙 待会我听你们的便是 那就好 我们迟迟不归 紫妇姑娘若是觉得不对 必定会带大伙来救 只要我们相互为战 一定可以脱险 这四周已被我下了天罗地木阵 哼 哼哼 你们三个就准备毙命此地吧 那就试试看吧 我们落来 天罗地木阵 好个音笃的把戏 还好我所料不畅 没有来得太迟 客箱 可恶 高 CH suffer 这诡计多断,又让他逃走了 贫僧明白了,这里被人设下了障眼的幻术 用来隐藏此地的本来面目 需诸位采定法阵,助贫僧一臂之力 都捞诸位合力,线下就解破这幻术来看看 破 啊,里面竟然藏有一个地匠入口 怪不得我一到这儿就被高气伏击 还不知道他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所谓不入虎穴的虎子 既然上官老兄不在,待会便有我打头阵 大家再随我后头进去 那便有劳险于前辈了 小妹子,你跟不跟我们去? 我自然去,这些人是杀我师父的仇人 我追查他们很久了 然而我一个人世故立丹,总是输给他们 与其如此下去,倒不如像刚才那样和你们联手 只要能为师父报仇,要我怎样都无所谓 小妹子不用妄自菲薄 瞧你年纪轻轻,术法修为可不在我们之下 将来咱们不明要和四邪大战,需要你出力的地方可多着呢 不过,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燕明蓉,是师父他老人家为我启名的 燕姑娘,我们必定尽力,祝你完成此一心愿 不过眼前的当务之急,却是追损了高齐的下落 鲜鱼前辈,咱们这就下去吧 这地道优髓,暗淡无光,大家务必小心 殷大哥,别出声,有妖物 好长的地道 诶,这里是什么地方? 全是灰味和霉臭味,搞不好是放死人的地方 啊,瞧这地方的样子,好像是用来存放仙祖灵鹫的地下墓室 不过这未免太大了些 这户人家破败已久,空留着大宅没人照顾 这鸡满灰尘的木轿,正是你们绝佳的葬身之所了 果然还是你们这些人,上回是看在这姑娘的份上才放过你们的 不过这回,我可不会再客气了 我知道阁下并非真正的奸恶之徒 何以要帮这四邪危害天下 哼,让邪神蚩尤复生,领九地众魔,杀遍天下假仁假义的正派 此等大忌,你们懂得一些什么 但你可知道蚩尤一旦复生,人间将受何种浩劫 只因私人仇恨而祸及天下苍生,岂是灵通天地数者所应为 我如行尸走肉般活着,就是为这血恨的时刻,当我者死 不,你并不是真正恨谁,只是难耐痛苦与悔恨 所以替自己找一个忘却这一切的借口罢了 然而天意如此,你也不能全怪正派手下无情 何况杀光所有的仇人也已于世无补,只是徒增杀孽罢了 你,你知道些什么? 哼,和你多说也是白费力气,来拼个死活吧 唉,看来还是非打不可 小心他被逼到穷帝之时,会拼了命用禁法和我们同归于尽 哼,会用禁法的可不止他一个 哼,会用禁法的可不止他一个 识别三日,你们的功力居然精进不少 看来只有 夏侯仪,且不忙着和这些家伙拼命 让我的得意之作来试试这些家伙 咱们安然期待地在旁边看就行了 嘿嘿,这是我用数十具人诗拼凑而成的鬼魄诗王 这诗王不但集中诗之精华 身上索缝人皮,更经过磨血浸炼,不畏诸般竖法 你们好好和他玩玩吧 丹音,你这人好很多 为了走着尸魔,你害了多少人命 嘿嘿嘿,在京城没有其他好处 就是歹人恶徒好找 用这些家伙凑成的尸魔更具威力 这些日子来,街头无故少了许多恶棍 我丹音,可是难得做这种好事 嘿嘿嘿,知道鬼魄诗王的厉害了吧 不单是姓音的小鬼 今日,你们全都别想生离这墓室 丹音,你少自明得意了 我就不信飞天禁法破不了这血症 封姑娘,你不可 如果打不过这尸王 大火横竖都是死路一条 银大哥 只希望 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忘了我 没那回事 我最多和他聘个同归于尽 我天旋门剑法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能夺活 不如有我 照九渊明英,逆两仪之行 以四方力神,散七魂八力 月儿,你不能 尹日月双华,五千丈绝煞 现无弘为约,神魔共死破 月儿,你没事吧 我没受什么伤 这一击只是扰弱了我身上的气 暂时不能再施展禁法 哼 若让你完成此咒,那还了得 可恶 果然是你阻挠我施法 夏侯仪,干得好 这威力卓绝的绝天禁法一出 说不定尸王的血咒真会被破 魔尊皆返赵,血肉禁为共 猎魂化交火,鬼市炼欲坠 夏侯仪,你在干什么 金法不止你会啊,姑娘 这是无间黑炎阵的咒语 反正你们已经赢定了,何必在 多年前,我也曾身陷如此绝境 然而那时,我没勇气用禁法 结果酿成我毕生的恨事 我很羡慕你,有位心上人而死的觉悟 如果今天有人因为是用禁法而丧命 那应该是八年前,没有死成的我 而不是你 夏侯仪,难道你 我说的没错吧 飞天明华烈,黑炎俱分灭 怎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夏侯仪这小子为何 殷大哥,飞天炎灭朕威力极强 这狮王身上的炼血尽致已破 咱们不要辜负那位夏侯兄的一番心意 我明白,等解决了这狮王 我绝不放过丹音的老鬼 不能让我的心血复制一句 不能让我的心血复制一句 中魔初,护驾 Hu Yu Gu Yu Bo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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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我进去 没有 由于 才能进去 尴尬的变成了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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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那位夏侯兄舍命破除狮王身上的炼血禁制 咱们早就都横施于此了 紫风姑娘和风姑娘说的没错 他的确不是坏人 只可惜 当年究竟是什么事让他遗憾终身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也永远都无法帮他解开这个心结 其实还不太迟 殷公子 如果我能让夏侯兄复生 你以为如何呢 以凡身使用飞天决天禁法 立即魂魄灭散而死 紫风姐姐 这还能救吗 他的魂魄此刻还萦绕于此 并未完全消散 我这里有一件名叫定魂珠的仙界法宝 可以收他的魂魄后送回肉身 如此便可让他复生 然而此人是正是邪尚在未知 倘若他复生之后仍与我们为敌 那便不必为此浪费这件法宝 原来如此 紫风姑娘 你的意思是 到底要不要他复生 就看殷公子你的意思 我们的性命都是夏侯兄救的 即使他今后继续与我们为敌 咱们也不能因此 就不顾念他的救命之恩 紫风姑娘 请你救这位夏侯兄的性命 谨遵所主 殷公子 那我就开始收魂入魄之仪了 那我就开始收魂入魄之仪了 真是让贫僧开了眼界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是这位姑娘 用定魂珠收回你四散的魂魄 定魂珠 又是定魂珠 你为何救我 是夏侯兄舍命用禁法 击破世王的护身禁制 我们才得以幸存 这份恩情焉能不报 是我自己高兴用禁法的 可不是为了救你们 你们的生死才不干我的事 夏侯大哥 我虽不知你为何加入四邪一伙 但你装兄假恶一点都不像 紫风姐姐说得对 你打从心里就不是坏人 只因为深恨正派诸人 所以才自居邪名 我说得对吧 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那就是为何你愿代替我用禁法而死 莫说你和我们原先乃是敌人 即使你内心良善 然而我们非亲非故 你也没有道理为我们舍命啊 我知道你过去必有许多伤心之事 你不想提也没关系 只是经过这许多事之后 如今我们是有非敌 再无兵任相向之理 既然你并非真心为恶 只希望你莫再回到四邪那边 突然让我们为难 就算丹一知道我未死 四邪也不会再相信我了 我本以为死了一了百了 哪知你们多次一举 我无端端捡回这条命 却不知道以后该做些什么 夏侯兄术法修为十分高明 何必如此自清自弃 若夏侯兄不希望我们本领低微 不如加入我们一伙 一起追讨的四邪如何 你们要 要我入火 正是 你要要我这个不久前还在和你们拼死厮杀的敌人入火 殷少侠既然肯请我将这件仙界法宝用诸于你 自是不再存心追溯既往 既然你们信得过我 反正我今后尚无打算 暂且跟着你们一无不可 不过 我话先说在前面 我善用的乃是魔道邪法 兼之个性喜怒无常 和正派行事大一起去 以后若出了什么事 可别怨我 这个在下自然明白 做法原不需拘泥于正邪之分 只要发自善心便成 夏侯兄乃是个名礼之人 我想今后 一切自无问题 哼 多言无意 现在该当如何 还请示下 自是追索刚才逃走的丹茵了 咱们赶快从那门追出去看看 或许还能找到他的踪迹 至于有关四邪的种种 路上再主意向夏侯兄请教 鹰哥哥 我们要上哪里去 敌人的下落不是还会查鸣吗 是啊 再说上官大哥回京城探查那黑气的缘由 还未归队 不管怎样 总是先找到他比较妥当 忘了告诉你们了 之前我在客栈结账时 掌柜递了封信给我 原来上官大哥 早就料到咱们会在那里投诉 所以预先留书给我们 原来如此 上官大哥可有说些什么 上官大哥要我们天黑后 到宫内禁军军营和他会面 他说他已说动禁军为统领和兴建王大人 着手调查济天塔 并且正在秘密调集人马 准备夜里进行包围 但他未防有变 还是要我们先到宫外待命 嗯 我瞧祭天塔里必定藏有妖魔 倘若一举杀出 只怕禁军也不会是对手 咱们在宫外待命 万一有变便可立即复原 也可少些无辜的死伤 紫风姑娘说的是 上官大哥正是这个意思 那咱们还等什么 这就出发吧 其他的 就等和上官兄碰面之后再说了 雪氏城中黑气 吸引了妖邪 我瞧他们都是往借天塔方向奔去的 想是有人在塔中施展邪法 我们得抓紧了 我曾想你现在才来 做何事 那真缘还与你 也未成不可 当真 昔日我夺之 责的是你杀心祸事 今日我还你 念的是同你灭食 这世上既没有什么事情 可依平了 旧相时 总是比今时要好的 孟主 请慢 你以为白拿的 你只吩咐 阴忍四年我早已相亲 九一天尊剑竟然选了你 那我便依他行事 他要我服谁 我杀人服就是了 你倒是会给自己贴经 你今日此去 往太玄谷一行 回来之后 我们再论 你受伤了 让我为你医治吧 不必了 婆娘 你这里有赤油之脚的下落 原来竟是此节 我虽独行于世 人仙地界三不瞻 也不爱被徒扰清净 但是有些东西 我还是知道绝不能落入你手的 白衣婆娘 你竟然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知道你是荒野破庙 就随处一道孤罢了 正是荒野破庙一道孤 我不知你姓甚名谁 但我知道 你并非吃油之脚命中之人 你这婆娘 何出此言 你是谁 竟敢来找我师父的妈 好一对仕途情深 也好 白衣婆娘 你黄泉路上有个伴 且慢 我徒儿年幼无辜 不过是我一心执意的牵连者 你若真还讲些侠人 便只冲着我来吧 你已经是我杀人刀下鱼肉 哪里有你讨价还价的道理 荣儿 快逃 我生已无所欲 今天 只求葬在这片太玄净土 你一心求死 这倒是稀奇 我还未见过不怕命术之人 哼 想必你是个匿名者 那你一定很强吧 来与我一战 我还会杀过匿名之人 若死亡 是我留存在此事的证明 那我便是一心求死 副道人家 满嘴老师子怪话 听不懂 出手吧 出来捅我一战 师父 使不得 师父 这神分画像 你不是曾说 是操弄心魔的竞术 动用这势必要劳心损弃 耗用真远 你 你可别胡我 这神分与我见过的那些巨势不同 难道 难道你这婆娘动了真格 是你 是你 老子巴不得杀你五百次 还有谁能抵我 天下无双的力量 就是你 这一次 我不会再受你蒙骗了 杀 婆娘 轮到你了吧 我于今日赴死 是命定的结束 都是你 真缘为人所夺 是谁下此重手 强大的人 强大和解 强大就是力量啊 号令神魔 知识苍生 数不清的好事 杀伐 杀戮 那杀戮的近处 你可知是哪里 近处 什么近处 只要杀得所有人服务 人间服务 神剑也服务 盟主 您怎么亲自来了 我没死 原来这幻阵净伤不了我 师父 我未曾想到 你这婆娘竟如此不堪一击 我说了 荒野破妙一道孤儿儿 饶你一条剑命便是 你受伤了 白衣婆娘 你好生怪异 我中伤你 吐留你最后一口气吧 你倒关心起我来了 我真不懂 你知道 我插任今日是来夺你性命的 却不打也不逃 反而在这念叨本心本心的怪话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个人不想变强呢 可是 你实力虽不堪一击 炎与剑 却比我砍过的那些个箭矢 更是置地有生 可怜小小黑熊精啊 原木求鱼啊 原木求鱼 万事万物 总有本心 本心 即是近处 婆娘 反正今天 你的近处是到了 本心 我近日凯旋 就能取回真缘 若真缘不是本心 那还有什么事 不愧是禁军统领 果然是条汉子 只可惜 我无暇和你们相好 你再不退兵 我就把你们全都送上西天 那就试试看吧 拿我的兵认来 统领大人 这区区妖女 还不须劳您亲自出马 又是你们 之前听高气和猪老鬼说 你们已经来到京城 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上回在九药之厅让你侥幸逃得一命 这回不会再放过你了 汉巫沙 你乖乖受死吧 这句话才是我要说的 原本不想多伤人命的 既然你们来了 看来我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统统给我杀了 咦 怎么 夏侯兄 你何时也入了这一伙儿了 我高兴帮谁就帮谁 谁也管不着 哼 其四的玄音搜魂阵就快完成了 届时不止是你们几个 方圆数十里之内 任谁都得变成有蛆无魂的火死人 你们且别得意 现在还没分出胜负 这里有禁军压阵 待会儿我们便请维统领派兵拆了祭天塔 我倒要看看那其四有多大本事 且看你们能否动得了祭天塔 失赔了 只怕韩巫沙并非空眼恫吓 此时以过丑时 正是阴气最盛之时 我担心那搜魂阵即将发动 殷大哥 我们还是快去祭天塔瞧瞧 我这府邸处处戒备森严 你是如何得以悄无声息地绕到后庭之中 齐大人是说外面那些法针 哼 竟是个女子 比起祭大人 奴家在妖道造诣之上只是个后生罢了 不过奴家以为铜墙铁壁要么挡得外人图个心安 要么挡得自己保个秘密 不知齐大人遮掩的是什么呢 你想要什么 奴家怎敢对礼部侍郎大人作所要求 今日寻到大人 不过是求个天涯同路人相连罢了 你依草戒之名 一脸江湖邪气 无官无职 与我同路 大言不惭 齐大人这话把奴家说得一无是处了 奴家借名寒无伤 本是乱世扶贫 堪堪修的些法术谋生 索性跟了强人 本想图个趋炎附势 却屡不得强人所用 老是派奴家去行些 附道人家的绕舌之事 齐大人 在这冷冷清清黄庭宫中 这份落寞 可懂一些 别把此等妇人见识扣在我头上 我受传家父之间 居正四平礼部侍郎 所长祭天塔 似天地四方 上帝山川 并非你所以为的扶平草根 正四平下 正四平下离部侍郎 又如何 齐大人使的是祖传的会员宝塔 遇的是黑龙谢鱼 此等仲裁却不得重用 也不得庙堂同人赏识 只能锁在家里偷偷修些妖道 奴家眼见着为大人心疼心慌呢 那些纯才之事 我不屑也不耻 齐大人是不屑不耻 还是不敢不才呀 大人先别急着发怒 是奴家这一路来此 打听了不少大人的风文 他们还敢背后绞我的蛇根 我早前未把整个都城灭绝 是还图着家父的仁慈 就是 这铜墙铁壁可是把大人的才华挡得死死的 奴家觉得齐大人有纵横经纬之签略 不如请齐大人听一听奴家悲剧 祭天塔还真是高 齐四位阻挠我们破他的祭阵 在塔内布下这么多妖魔 好不阴险 兴建王大人在昨夜之变中 被困祭天塔中 至今生死不明 我只希望他能平安无事 那是王大人 王大人 王大人 请您振作些 是 上官都尉啊 我是不成的了 这里 这里面全是妖魔 你要小心 我的朋友们都来了 妖魔奈何不了我们的 您振作一点 我马上救您出去 他们来了吗 别管我 快去阻止七四施法 雄心无音 将至天顶 此刻正是人间殷杀鬼祭最盛之时 那搜魂大法要是在此时完成 后果不堪设想 快 快去 去足 王大人 王大人 没想到我找您帮忙 结果却害了您的性命 上官兄 这不是你的错 无论如何 咱们唯有赶快灯塔找到其次 才能为王大人和太和殿前死难的禁军弟兄们报仇 殷杰帝 你说得对 在这里难过也于事无捕 王大人 请您安心吧 我今天杀遍这座鸟塔 也一定要抓到其次这狗崽子 咱们走 你们想逮我吗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狗崽的棋子里等着 本大爷很快就去娶你向上人头 你们还是先过眼前这一关再说吧 失陪了 啊 血带行阵 名煞复诀 有朔罗列 奇祀已开启炼阵的第二阶段 咱们要抓紧消灭这些怪物 零呢 搖煞鬼号 齐聚八番 悄行泰英 划玄香烈 其次 王大人和我进军弟兄的血债 就都算在你身上了 纳命来吧 你们到底有多少本事 就尽管使出来让我看看吧 这个搜魂阵还差一点就可以完成了 线下绝对不容你们捣乱 出来 华谷妖煞阵 此阵无色无形 肉眼不能见 不仅碰之不得 连朱斑冰刃咒法也无法穿透 所以大伙不要对他白费力气 等解决了这些妖魔 我再设法破阵 好 就这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以为没人能破得了你的妖阵 这 这招针法处于凡人之手 你到底是 在娘娘送我的项链面前 这妖阵只是诱而玩意罢了 其次 乖乖的扶珠吧 原来是天界法器 难怪有如此威力 也罢 虽然只差一步 不过这搜魂阵只好先放弃 谢鱼 出来吧 谢鱼 难道是哪 黑龙谢鱼 大家小心 七四从塔顶跳下去了 他不想活了吧 不 他恐怕是要和谢鱼会合 我先走一步了 咱们后会有期了 干嘛 糟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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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